我的座右铭就是 一步一脚印 还走过 必留痕迹 这一路上走来 您应该也有碰到许多的贵人 如果说要提一位 是让你印象最深刻 也最感激他的前辈 您认为是哪一位 我们的创办人兄弟 我们的鹰蛙的成立 是他们两个兄弟 创办人 一个是负责外部 一个是负责内部 那我早期是在内部 在工厂里面 所以我刚刚在讲 一直给我轮 一直跟我轮 从基层作业员 然后上来到一个中阶主管 到中阶主管的时候 到课长的时候 就轮了好几个部门 然后派出去受训 然后又派到业务单位去 营馆 服务 反正公司里面的部门 除了财务部 那个专业我没有办法 以外 其他都呆过 其他应该大概都有呆过 资讯没有 资讯那个专业我也不行 所以我非常感恩他们